下一位 梁耀忠言 主席 其實我也想講講 如果你給我們發言之後 你有沒有人打算結束今天的會議 如果是的話 會討論不到東北發展的話 不如請官員來席 不要浪費他的時間 你繼續講 他坐在那裡 怎麼都在浪費納稅人的錢 我都是不值得這樣做主席 我希望你有這個裁決 我給你時間做這個裁決先好不好 你繼續講 你即是不做裁決了 我剛才已經通知了 如果他們需要離開 我們不會阻止 這是按照秘書處和官員之間的安排 你剛才沒有說過 你不斷地說 令人家有一個假想 你仍然會繼續討論這個議程 既然這樣 你說得清清楚楚 我就代主席告訴所有官員 今天沒有你的事 你可以離席 不要再浪費你的時間 聽我們說一些不關你的事的事 不關他們的事的事 OK 主席我講回我自己想講的事 就講到利益衝突的問題 正如很多同事都講過 即是利益衝突的話 有直接的利益衝突 有間接利益衝突 有議員做的利益衝突等等 不單這樣之外 還有金錢的問題 還有非金錢的問題 是很多的 梁繼昌還想用他的時間 說出更加多的事給你聽 我就不想阻礙他的時間 讓他發揮他的更加專業的知識 讓你知道 你到這裡 請問主席 有沒有第二輪發言 原來安排了每一位三分鐘 是一次的 上一次你說自己是沒有利益衝突 就在這個裁片上 繼續堅持去做這個主持 但主席 我自己不是很多經驗 但我相信在座的律師朋友 一定有很多經驗 在法庭上的時候 很多嫌疑犯都說自己是沒有罪的 但當法庭審判之後 其實他說沒有罪之後 都可能會有罪的 就是說 你只說沒有利益衝突 是否等於你沒有利益衝突 這不是一定等於的 可能他只說有利益衝突存在 但當然 在我們的議事廳堂裡面 沒有法官沒有裁決 但有人就說 是一個人的問題 個人承擔的責任 我同意 但問題在於你個人裡面 那個形象 因為你是主席的形象 是對於我們整個議會 是帶來一個很負面的結果 這個你就要考慮 而況且一直以來 我們是在說 官商勾結的時候 一個這麼重要的話題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會有警覺去避嫌呢 令到我們不僅僅幫這個議會 你幫這個特區政府 不要再讓我們覺得 官官商為、利益衝突等等 這些事情不斷存在 那為什麼你不去幫這個社會呢 而況且 我們知道 就是今次這件事件 影響事關重大 整個區的發展 千絲萬縷的關係 不是今天見到的 是未來都可能出現得到的 這些問題 為什麼你不會警覺去避嫌呢 好